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。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王一博误打误撞地闯进了杨幂和杜华的爱情大戏。 王一博的样子好萌啊。 要知道,王一博这一年来,可以说是倾尽全力,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这部影片上,光是2023年,他就将会有三部影片,而且他的角色与人物,都是独一无二的,而且他的作品,也都非常优秀。 甚至连《无名》里的那些间谍,也都有。 还有最近放映的电影热恋里,那个嘻哈追梦人。 王一博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努力着,还得到了广电总局的认可,受邀参加了新闻出版,广播影视从业人员职业道德,自律公约和新闻出版,广播影视从业人员连结行为,若干规定的会议。 会上,行业专家、学者及从业人士就如何落实一规一约的问题进行了讨论。 在受邀明星中,除王一博外,还有杨幂。 秦官和秦官都穿着简单的衣服,王一博戴着一顶渔民的帽子,而秦官则是和秦官一起来的,而秦官和秦官,则是和秦官一起来的,杜华。 而杨幂则以一身简单的衣服参加了研讨会。 他来看了大秘密一眼,虽然不失粉黛,但是他的容貌依旧很美。 大秘密也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,作为一个艺人,他要自觉地拒绝高额的报酬。 而王一博,则是全程不失粉黛。 王一博参加广电总局会议的最好图片来了。 这感觉,就像是一个不小心走进了成年人的房间。 特别要提到的是,与他在冰与火中有过多次对手戏的资深影星王静松,竟然也出现在现场。 这是多么可爱的一幕,你看我们王先生和王一博,就好像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,在公园里散步一样。 但更多的镜头出现了,快来看,这是王一博第一次出现在吃瓜现场。 秦官看着杨幂和杜华的对话,心中暗暗地嘀咕着。 耶博目瞪口呆的样子,实在是太萌了,让秦官都有些不知所措了,甚至还有人在网上询问王一博,杨幂和杜华之间的绯闻是怎么回事。 再看看王一博在参加广电大会时的打扮,再看看他手里还拎着一个无名的资料包,果然是个营销高手。 Visla YES偶像,不得不说,王。 一博的实力实在是太变态了,这就是上天对他的恩赐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 再见。